早安 晚安 我是日肯 很久沒有來調查美國了 那為什麼那麼久沒有拍台美對決呢 因為台灣跟德州都有的東西 我們都已經拍過了 所以我們沒有素材 不過大家的聲音我聽見了 因為有些人希望台美對決復活嘛 所以我們這次直接 重金請我們的美國分部部長 飛到洛杉磯 一次調查永和豆漿 八方雲擊 跟台式牛排 徹底調查清楚 因為我們高機率沒有錢在廢吃洛杉磯 這就是本次的計畫 開始 雖然說這集是台美對決 不過我現在人剛好在英國 主委加碼 給大家看看英國的鼎泰豐 你猜這樣多少 50塊一大 沒有這樣70塊 蛤 那不會喔 去英國之前就有很多人警告我 物價很高啊 最近自然沒有很好啊 食物沒有特別好吃之類的 但這些都不是我最震驚的 我最震驗的是 英國竟然看不了咒術迴戰 我怎麼見面 我現在發燒 還看不了地上看的動畫 啊我衣帽好髒喔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突然想到 我有衝浪鯊魚 而且我有很久了 直接超越時空的跳躍 KOMBANA KONIJU 還有超級多國家可以跳 讓你想跳去哪裡就跳去哪裡 衝浪鯊魚還同時在隱藏我的真實IP位置 這樣就不會有俄羅斯間諜來抓我 I am so 忍者 像我這種出差宅真的很適合使用衝浪鯊魚 不用再進入我就是我自己的認證地獄 只要一個帳號 就可以在不同的裝置上同時使用 我的機器可以用 電腦可以用 輸入我的折扣碼hook 還可以享有額外的優惠跟使用期限 一群人要買鯊魚 詳細資訊都在資訊欄 現在就讓我們回到台美對決 這次想要換個拍法 因為該怎麼說 這次要調查的東西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出什麼特別的評語 因為我很常吃八方魚皮跟泳豆 所以我這次的規則想要改成 貨保在美國吃多少錢 我們就要在台灣吃多少錢 因為大家也知道 美國的物價很貴嘛 感覺我們會吃到肚子爆炸 肚子爆炸 這時候 不怕我在錄影 這個人還不知道 自己會面臨什麼樣的地獄 大家好 現在是來到日本綜藝節目 reaction的感覺 哇好期待看這次的台美對決喔 大家好我是貨保 好久不見 臉好大 一點見人就被嚇到 我會變胖了 美國的食物太好了 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他說什麼 我真是很少看到講話比我還含糊不清的人 今天出外景到加州 雖然我爸媽剛好來的 他是想說他們來加州看一看 所以 今天要來吃一下加州才有的台灣美食 Let's go 很久沒有看到永和豆漿了 德州華人跟台灣食物雖然有 但其實沒有很多 來OA還是比較適合到想吃的 這邊有八方有永和豆漿 有鐵板牛排 我不會有不少 飲料店這邊也比較多 烏斯蘭 Coco 我覺得這邊都有 那我們今天要來永和豆漿 先吃一下很久沒吃到的味道 哇這個永和豆漿真的是永扯豆漿耶 它是星系名替耶 豆漿要120 我們今天一定可以吃得很飽 天啊 豆漿飯糰 哇永和豆漿有賣炒年糕耶 還有長旺麵 他連午餐都有賣 看他有賣湯 快炒 炒麵 甚至有牛肉麵什麼的 應該都是可以來這邊吃午餐的 這個菜單比天還高比海還深 我覺得他最酷的是他也賣炸豆腐耶 其實他價格以美國來說算蠻便宜的 換算成台幣來講還是比較貴 豆漿的話一杯是3.5元 燒餅也是一個100塊 油條也是一個100塊 我剛剛點了 豆漿 油條 飯糰 蘿蔔瓜加蛋 我錯了 蘿蔔該說還貴的 他燒原意 好大的油條 湯才100塊耶 他的油條是台灣的油條 是脆的 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 第二桶肉香 讚 就是台灣有牛肉香的味道啊 可惜就是他沒有開宵夜 這樣太大了 我可能要再多點黑白豆漿 蘿蔔瓜的尺寸是4片 我不會說他中規中短 我會說他真的有點太多了 這是他的飯糰 肉鬆 油條 跟菜脯 我覺得我會吃不完哦 我也覺得他會吃不完 吃不完 飯糰的味道很台灣耶 像台灣永和豆漿會買到的飯糰 英文一樣 我有點愛上 好吃 規定就是家的味道 我人家永和吧 他那個蒜蓉醬很香 然後蘿蔔瓜很綿 他不是這種硬硬的結塊 他是很軟 真的好吃 他噴出來了 我會慢慢把麵糰都停掉 大概要花個半小時 但值得 我準時不下 你準時出外帶大法 全部打包 吃晚飯了 美國的東西 就是這個雖然比台灣貴一點 但是分量都大很多點 現在長那麼遠 是沒有理由的 口味上也跟台灣差不多 可以用中文點菜 我看老闆應該吃台灣人 我覺得很讚 來加州可以吃 他永和豆漿吃了26塊美金 我們要在永和吃都780 780吃什麼 我已經40個饅頭了 都要喝50杯 天啊 50安 你們要點個1號的吧 我覺得可以用中文點菜 我上次還有點 我真的要說 常常出國出差也在找飲料店 因為我沒喝飲料就會死 50安的味道真的是最還原的 OK 我拿了我的四季春假珍墨蓮 這邊要5.23 算是150幾塊台幣 台灣的兩倍 三倍 好啦 我要喝這杯飲料去八方雲集 GOGOGO 我把它喝完了 你說有什麼差別嗎 其實沒有 好啦 出發啦 出國貼囉 我們大家還有在飲料店喝180的飲料 蛤 啊 這飲料OK啦 飲料可以好不好 現在很多飲料一杯都90幾了 對啊 八方雲集 這家餐廳就很大了 好大的八方雲集喔 這種味道就是 補習班訂鍋貼的時候 弥漫在整間補習班教室的味道 夾的味道 跟大家介紹一下菜單 它是一個套餐一個套餐賣的 像第一個就是有鍋貼 然後加湯或是加飲料 像套餐就是390 那我可以一直點 我不敢點的尖加鍋貼了 如果我們要吃套餐的 這邊有鍋貼跟豬肉吃到蛋汁 店內環境有裝水的辣椒醬 醬油 蒜蓉醬 菇醋 哇他一個人喝兩碗湯耶 這樣一盒鍋貼就要150塊台幣 然後這樣一盒水餃也是要150塊 美國真的不是人過的 小菜的話是180塊200塊 兩碗湯特別是120塊 夠加也是120塊 午餐10塊15塊在美國 就是家庭來說 其實算很便宜的 因為這邊其實一餐都要快25 然後610塊台幣 這個就是來自台灣的鍋貼 一模一樣 就是超級油 但很好吃 我們吃一模一樣 超好吃 它的皮稍微厚一點 一點點乾 這樣還可以接受 嘴巴也不錯 豬耳朵 好安慰 它的豬肉跟高麗菜的味道很香 很香 餅屏那個椒香味也很重 在美國其實很多家店都有賣鍋貼 但我覺得它上面就有個特別的魅力 特別的香 這我們應該是全美都要有啊 怎麼跟這家都有咧 不過我要講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豆醬 喝起來太香水了 沒什麼豆的香味 就像鍋子牛奶一樣 才是鍋豆豆醬 先討一下 特別不夠香 在這邊酸辣湯的食物非常特別 這個酸辣湯就是跟台灣的火味 一模一樣啊 料還是很多啦 一模一樣的味道 最後要喝玉米湯了 我覺得這邊的玉米湯偏行一點 包餡也是一樣滿濃的 但味跟玉米味也是很多 很香 超級飽 肚子沒有餓過 好飽 真是也跟台灣巴桿味道一樣 八方雲雞 吃了900塊 好香 我們晚上來吃鐵板牛排 我很久沒有吃這種鐵板牛排 來吃一下 GO 鐵板牛排 然後有雞排 魚排 雙瓶 然後一個牛排大概 欸鐵板塊跟台灣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還有便當 火鍋 喔 鹿港麻油雞麵線 哇 這邊有很多地名喔 板橋炸醬麵 屏東豬腳麵線 還是我們搭車去入港 這樣就差不多了 哈哈 搭車去入港 然後後面還有炸雞排 我在美國最難吃到就是炸雞屁 它店很漂亮 台灣小吃店的那種 有不知道是哪個夜市的照片 好酷喔 有人知道話可以跟我講一下 這紅茶很讚喔 紅茶好台灣喔 它上面還寫台灣茶 有人笑話嗎 沒有 哪個字母最喜歡裝褲 答案是C 西裝褲 好 西裝褲 好好笑喔 搬家 從大大吃搬過來 很鮮欸 我太久沒吃到蚵仔豬了 超好吃的 上來啦 每一個都 很香欸 真的好有味道 牛肉的味道 很爛欸 很好吃 這跟夜市的牛排 基本上似我一樣欸 嗯 我覺得這家超像 就是夜市牛排啊 對 很明顯的組合肉 但是很香 鐵板牛排的味道 那個麵跟蛋糕的 其實蠻厚的欸 然後吃一下 麵 那個醬剛剛好 說一下太多 你覺得很好吃 腰燉排骨 腰燉的中藥味真的很香 不會很油膩的 然後排汁比較輕一點 但是味道還是很濃 感覺比較沒什麼負擔就好 台市牛排店吃腰燉排骨 好 畫面上的衝擊喔 雞肉還有帶皮 鐵板味好痛喔 欸 我覺得他已經比一些 台灣夜市牛排好吃了 真的 好吃又 肝心又 味噌 我今天總統都在講好吃 會不會覺得沒什麼公信力 但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一個很久沒有回台灣吃 是會好吃的 我先來講 可是版面真的其實剛剛好 他也不會就是太乾 很厲害欸 到底怎麼做到的啊 排骨的牛 中藥味 欸 真的 他排骨的牛 這次我在美國吃過最好吃的 我都排骨了 不用多說 我就是專心享受 就是只有加州才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今天從頭到尾就講話 就是看好像台灣喔 我後面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 哇 這是台灣鬼 好懷念喔 這三家都滿道地的啦 怪說看來打死 我就每天去吃 大概就這樣子 掰掰 好 那我全部看完了 大家想要知道他 牛排吃了多少錢嗎 1200 他牛排吃了2200 對 總共來說 我們要吃 780的永和豆漿 180的五十蘭 900塊的八方雲集 跟2200的台式牛排 自己明天也要出國出差了 補充滿滿的台灣能量 嗯 我們現在到了世界豆漿大王 那我來練一下物價 炭香豆漿30 米漿30 鹹豆漿40 酸辣湯65 鹹飯糰45 燒餅25 燒餅加蛋45 燒餅夾牛肉 都已經夾到牛肉喔 85 該怎麼吃到780呢 就連小籠包 包子只要110 但是我看到一個重點 超辣辣椒醬 兩罐250 5.6塊 到底該怎麼吃到780啊 我先吃一個 小籠煎吧 小籠煎到貴20塊 好 豬肉餡餅50 燒餅夾牛肉 我要吃甜酥餅 喝個酸辣湯喔 金光蜜豆漿 對 還有10塊 草包蛋 哦 突然沒錢了 我剛結帳的時候 晃三十五 因為他們說沒有酸辣湯 我們預算直接掉65 所以我點了3個草包蛋 這是永舟的桌子 要一點黏黏的 但我覺得這已經算很乾淨了 就是 怎麼可以在女的上面舔呢 哇哇哇哇 795塊的永和豆漿 這蠻好覺得濃的喔 其實長大之後很喜歡吃濕瓜小籠包 用的才是最貴的小籠包 不錯 好燙 絕間的跟蒸的吃起來差不多耶 就底部脆脆 然後這樣子多20塊 我覺得點普通小籠包好一點 我已經有點飽了 蛤 你都吃一顆 你不要在那邊給笑 你幹嘛 我還要問你在幹嘛啦 你們以前回家嗎 不會 我們以前戲隊 我沒有參加戲隊啦 但我跟他們去吃飯 都會這樣耍帥 這是耍猴 85塊的牛肉燒餅 其實最喜歡吃的燒餅 是生菜燒餅 生菜燒餅好好吃喔 快很多目視 我已經吃四顆小籠包了 嗯 很好啊 還是那個是叫鍋邊味啊 啊 沒有 以前的那個豆漿都是有一點焦味的 現在6點41 我好像沒有在這種這麼正常的時間吃過永豆 早餐很常買永豆 這是最後一顆嗎 你的臉好像變軟了 牛肉燒餅 我覺得它有像牛肉麵消息 對 我真的不能接收蔥蛋 蔥蛋好好吃喔 只要永豆有牛肉餡餅 我一定會吃 餡餅好好吃喔 牛肉好好吃喔 哇真的好好吃 這是豬肉啊 嗯 就是它牛豬不分都好吃 就代表它有多好吃 25塊的蛋 好努力在吃喔 很多人看是後悔自己增加這個規則了 大家今天發芳會太膩 我們大家先去拍吃牛排 好 超級的包裹 包裹 哈哈哈哈 小時候不足的吃一口 這樣會不會 好 哇 哇 你要存進去拌這樣就有點落塞了 哈哈哈哈 嗯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是拍這個 我應該一輩子不會點牛肉燒 我要吃反見牛排 它才7盎司 就要410元 然後我要再加點 4顆香煎干貝 等260元 再加兩隻大蝦 一隻要170 我一個人要吃1010不用謝 這是我第一次在家庭牛排館 點海路 真的假的 這種行為就跟你在大普鐵板燒你 加蝦子一樣 你一喊出來 包手的師傅也會這樣 隔壁的人也會 隔壁的人也會 噢噢 他家海鮮 對啊 他們已經來去了3次了 很抱歉 做成大家困 今天這一站 會在台式牛排的歷史下 寫下新的篇章 我知道我今天會後悔 但我要跟你說 看到蘇米龍 那就是要喝 我已經後悔了 待會把他按摩按摩喝完 好飽 我們是毫無休息的趕來這裡 所以看看誰要喝完酥皮濃湯囉 雖然說他不算在我們下隔壁 請看 你看 這真的是只有這一招耶 大蝦真的很大耶 好讚喔 乾杯乾杯乾杯 這蠻好吃的 嗯 這也要吃 這隻乾杯很好吃 好 比起來像超好吃很多的 白蝦 這會彈牙的蝦子耶 還我要切大蝦 大蝦是可以這樣子的 它很濃郁 它不是蝦子 這不是蝦子 它是醃過的 不是純蝦子的味道 我覺得白蝦好像比較好吃 小蝦好好吃喔 你看對不對 是彈牙的喔 大的不一定好 尺寸剛好分好 板件 我是精心設計過的 因為板件7樣子410 算下來每樣子都過 還是牛排 我吃台式牛排有個大忌 我上次吃 它竟然瘦身荒麵 蛤 我很生氣喔 我重新把這家店加黑米蛋 我還吃過陽春麵了 我超氣的 台式牛排世界 偶爾會很黑暗的 我的肚子很大 妳害不害自己 妳是不是吃不下了 我沒有啊 我們來交換條件 我幫妳把肉撕完 但妳要幫我把麵撕完 可以 妳是有麵量分量還是怎樣 我是不是麵一口都還沒吃啊 你詐騙我 我至少吃了兩口肉 你吃不完 好爆喔 我快吃完了 妳看妳了 妳看妳了 阿包雲姬怎麼辦 我覺得有回到一週挑戰的地獄感 它還都是蝦味 27歲了 因為牛排不快 牛排地獄 好厲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妳在幫我吃了 乖嗎 又只在三口 妳可以忘記一般 哈哈哈哈 一出來選梨棗 我就會痛我 我會說她吃很多 哇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好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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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哭了 我剛剛已經痛都擦掉了 為什麼我要立下這個規則 但是我媽媽跟我說 我要成為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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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牛排結束 我們已經有點瀕臨 快要哭出來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點外送回工作室 這樣就可以放聲大哭 然後我們剛剛讓經紀人加入戰場 我們會送外送給他 我幫他點沒有很多 321塊 我們只要吃579塊就好 你講話會知道要吃按摩 晚上的鍋貼跟不是藍色已經到了 我們來應接四碗鍋貼 最後的晚餐了 220的50來 591的八方雲雞 321的片段在這裡 酷老闆幫我們點了 辣味鍋貼 煎蝦水餃 黃金豆腐 紅油操手 這樣321塊 很棒 好吃 飲料 珍珠 卡在我後面 20個鍋貼 20個水餃 一個紅油操手 一晚上一個小菜 一杯黑豆漿 這樣子600塊 我們救星來了 我又生 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就是 反正你要把這些吃完 太多了 吃進來一點 不然你臉會不會很大 謝謝你聽我照相 好我們現在就一直微笑到沒有人要動塊錢 你要來跟我爸吃到300多塊的肉飯 這是韭菜鍋貼嗎 如果我吃到不是韭菜鍋貼 我現在只能吃高麗菜嗎 我沒有點高麗菜吧 這是什麼 新時代蔬菜 你還是一直講話就沒有要吃 真的沒有要吃 你真的是假的那個 你真的是連筷子都沒有拿 我真的很嘗試八包運輯 因為它真的開很晚 要敲什麼呢 可是我覺得它敲手很好吃 超手也是我的經濟考量 它這樣小小一盒要七十塊 豆腐也是我的經濟考量 它兩顆要五十 剛剛點了一個牛排 然後他說那個盎子最少 單價最高 結果他超認識的 我就靠你了 酷的那你聽用的那個專屬司機 雙重吃豆腐 好爛喔 剛才我之前到我看火力全開大胃王 他們都會教說 什麼把褲子的鬆子 你再鬆開就可以再吃頓了 然後直到我發現我穿的棉褲 我真的沒有那個扣子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買黑豆漿 不能買白豆漿 不能買白豆漿 買一種一 會知道為什麼要在美國點那麼多東西 有點熟了 你知識也太奇怪了吧 你在跟它溝通 叫它多吃一點 沒有我希望它就是 下來一點 因為我等一下下掉粉 然後從剛剛在茶很飽的時候 喝一碗它會這麼 會不會你剛剛在碗太濕 清湯的話可以 但如果是有點濃稠的 它願意不要這樣做 來吧 留蒜波 我以為會喝很快 料太多了 嘴巴量好臭喔 這已經是快要打洋芹的酸辣湯 料太多了 阿姨把全部的料都給你 我平常的料真的沒有這麼多 哇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台美對決 那相信這次台灣跟美國的差別 首先一我們可以發現 鍋貼店就是賣鍋貼 永東就是賣永東 牛排店就是賣牛排 不會有什麼藥膳排骨 然後也不會有紅花劍出現 第二點就是台灣跟美國的物價 真的差很多 就算我們今天出動六個人 六個人都 超痛苦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台美對決存在的意義 真的讓我們發現 台灣與美國真的差很多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以後再也不會做這種氣泡了 好可憐喔 就不要罵我們 我們也沒想到自己會那麼痛苦 但我們信守承諾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天使保佑 拜拜